男子身上挂着纸板上面写着我错了 对不起就站在夜市 对人来人往的人群不断重复道歉 他不是打赌输了 他是被帮派处罚羞辱 警方长期跟肩搜证 在苗栗大虎地区逮捕了 诚信图信两名男子为首的黑帮 总共26人 查出了一匹枪械刀棍 市场凌落 并且向店内商家抢索保护会 监视器画面拍下 他们纠纵到民众的住家 一群人猛烈的踹门 还有帮派成员不听话的话 就强制把人拉上车去教训 要行动之前总是纠纵聚集 先壮大声势之后再出发 26个人通通被逮捕 其中诚信图信 两名主贤已经被羁押 好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